中國半導體經歷升級 台廠轉單收費股應該很多吧 當然很多 順便要留意集團作帳股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請到華信投顧 邱鼎泰分析師老師好 千涵你好 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台股今天有點沙尾盤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留意到 就是中國的半導體經歷升級 那相關的收費股有哪些呢老實 當然最近川普最後階段 還挺用心的 打中國大陸一點都不手軟 不過我們以前就跟大家講過 美國對於中國這個所謂貿易之戰 是不會停下來的 因為中國速度太快了 那當然這個川普是單邊主義 就針對你或者針對歐盟 那可能在未來比較不一樣情況就是說 拜登可能是聯合次要敵人 打擊主要敵人 所以拜登的做法是多邊的 多邊主義的 川普是單邊的 他今天打你中國 明天也想要打你歐盟對不對 所以除了中國大陸之外 很多歐盟的一些領袖都不太喜歡川普 但是拜登是希望說我們回到檯面上去談 希望能夠聯合英國 極掩聯盟有沒有 聯合歐盟一起來制裁中國 所以答案在哪裡 制裁中國是一定的 只是力道是怎麼樣 可能又要等到拜登順利 他已經當選了 順利入除白宮之後 那台廠當然有轉戰奇才 每一次談到台廠就有轉戰奇才 這是台灣之光 因為台灣有一個最重要的叫做台積電 對 那台積電最近 我在講一遍 台積電已經滿載了 他能夠在做的東西有限 因為他滿載了 產能已經滿載了 對不對 他唯一的方法就是擴廠 擴廠才能夠新的訂單能夠接 可是為什麼最近一掌聯電呢 聯電的原因就是 聯電還有產能沒有滿載 你還可以用到它 然後台積電是高階的 所以你要高階的手機 台積電一定滿載 可是手機也不是變只有高階的 但是蘋果也做了好幾個中低價位的 這些嘛對不對 那這些聯電就可以拿到這個訂單 好 那一樣我們說 作帳 可以同步的買超年底的作帳行情 作帳行情就這兩三個禮拜 你可不要傻傻給我做到聖誕節 過後人家都在休息 知道沒有 你作帳行情有題材 對不對 有基本面 然後要強者很強 要記得這三個重點 然後記得 過了這個聖誕節要記得要下車 短短兩三個禮拜能夠賺兩三成 也不錯了啦 我們看一下 好 道琼事實上還是滿強的 不過你要這樣 三萬他就過了三萬 今天台北股市沒有那麼強的原因 就開高走 因為外資喊到一萬六了 對不對 通常喊到一萬六 短時間就不會漲上去了 喊一個很高的價位的時候 就不容易漲上去了 比如說非常看好 非常剛好利多就有點小出鏡了對不對 這第一個 第二個今天剛好MSCI照調整全中 所以尾盤殺台積電 畢竟台灣是被降頻的 這樣一點點也是降頻 好 再看一下 納斯達克你看 納斯達克蠻強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漲到一個東西叫生技股 美國最強的叫做疫苗概念股 拉動的是NBI生技指數 快要寫下歷史新高了 這也是三月份 那一波漲到生技股之後 後來就沒再漲了 現在反正就回到疫苗 美國的疫苗動輒漲 單日10%20%這樣漲 我們再看一下 好 那廢半呢 當然就慢慢的漲升上來 我要跟大家講 國際股市11月份再講一遍 11月份的全球指數 這個國際股市有沒有 是歷史以來最好的一個月份 11月最好的11月份 創造歷史以來最好的11月 事實上11月本本來在國際股市 歷年來都不怎麼樣 沒有想到MSCI的這個 全球發達指數跟新年市場值 居然漲了13% 此數漲13%很嚇人的 創造有史以來 11月份最好的家機 那美國呢 美國的這個11月份也不錯 因為我剛才講總體的 美國也創下1928年來的 11月最好的 這麼久以來 1928年多久了 2020年了 對啊 要100年了 來看一下 這個叫做運材 運用材 運用材是什麼 設備股 有台積電具有它 台積電到美國的設廠在它隔壁 對不對 你說它是不是 對 地利之變也是啦 它本來就全世界最大的半導體設備廠 來看一下 台積電 你看 今天被殺尾盤 沒辦法 因為全重調整 明天一大早它又漲回來了 再看一下 好 連電呢 這今天你看 紅棒出來了 連電的好處你看 四十幾塊 有沒有 台積電四百多塊 這個四十幾塊 當然是選這個啊 對不對 再看下一個 好 加登也是設備股 不過最近又比較溫吞 因為台積電 它純粹就靠著台積電 好我們再看下一檔 好萬潤 你現在慢慢移到七八十塊 五六十塊以下 像這個呢 你看它技術面就蠢蠢欲動 對 再突破 又上去了 對 再看一下下一檔 好 均豪呢 均豪它本身是自盛集團的 有沒有 他們都是在做什麼 你現在想的到的 PCB啦 今天也大漲2409的 這個友達等等 PCB面板等等之類 半導體設備 全部都是他們做的 是 所以他們基本面很好 這兩年可能樣子都不太一樣 你看技術面也不太一樣 再看下一個 好 自盛 自盛就是均豪的母公司 所以母公司一直在買子公司 這兩檔股票今年啊 到明年都會非常好 你看本利比只有15倍 它的殖利率高達7% 哇 夠好了吧 真的 我就跟你講 股東權益報酬率是12% 12% 再好的公司 一般台北股市的公司再好的 股東權益報酬率 有2-5%都偷笑了 巴菲特說投資的公司 只要超過2%的股東權益報酬率 就是好公司 它12呢 明列前茅 還是看下一檔 好 南電 PCB概念股 我講南電是要跟大家講 留意它的軋空走勢 因為它券單一直在增加 再看下一檔 好 南電有漲 星星就有漲 那我們剛才台積電被殺尾盤的原因 是因為MCI降低它的權重 但是納入它 所以它會納入星星 星星跟宅板這一塊 都還有行情 提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台經最新的消息 歡迎加入老師的LINE 跟Tag 台經解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